祝贺刘国良将要包揽三枚比赛的奖牌了 而且梁静坤再次一黑到底 很有机会在击败了林高远之后 再次击败王楚清 拿到WTT这个挑战赛的金牌了 那么梁静坤能否做到 我们国拼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可 咱们共同跟大家聊聊以下的几个点 那么首先是梁静坤 他是凭借自身的实力跟发挥 4比1的成绩击败了林高远 可以说梁静坤进入到了决赛很出色 王楚清他是凭借4比1 击败了当时的东道主 也就是现在的达科 同样的成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梁静坤对仗王楚清 能否一黑到底成功拿到比赛的金牌呢 按照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比赛的趋势来看 梁静坤击败王楚清 那基本上非常稳的了 这样一来 这就意味着 哪怕说马龙 跟如今的雪星两名选手退役之后 我们国平将会有三名核心的选手成为接班人 那么现在来看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就是房正东 梁静坤跟王楚清这三名主力 好在我们国平队伍这三名选手打出来了 哪怕说现在马龙跟雪星两人选择了退役 我们还是有这三名主力撑起来的 所以说咱们首先来聊到梁静坤 他到底为什么国际大赛也这么强 其中他能够4比1淘汰了林高远 也就是击败了他的队友 这就说明了 梁静坤他不仅仅是过去被称之为扫地生 那么简单 那么他到了国际大赛 现在来看他状态一打出来 那基本上有点阻挡不了的这种趋势的 毕竟林高远怎么说 也是世界排名第四的球员 那么梁静坤他能够在五局比赛 仅仅让梁静坤他是拿到了四局胜利 那么林高远他是仅仅拿到一局比赛的胜利而已 其中4比1的成绩 这就说明了实力的差距 经验的差距 以及状态发挥的差距 梁静坤可谓是现在的状态 非常好的 然后咱们再来了解到 王楚清 王楚清他是成功击败了 东道主选手达科 同样是打出了4比1的成绩 那么这就说明了 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不然我们国拼00后的王楚清 就不能够说取得这么大的分差优势 而且成功赢了下来 同时最终的决赛当中 你要说梁静坤再次击败王楚清吧 那么如今来看 过去的比赛跟如今的实力状态来看 都是梁静坤更大优势的 因为呢梁静坤 他在斯洛文年亚的比赛 也就是本届的WTT 他是刚刚拿完了 那么常规的一个比赛的冠军 那么到了如今挑战赛 同样是WTT的比拼 梁静坤他击败王楚清 没有很大的问题 更何况呢梁静坤 他在我们国内的比赛之前 他去拿到南丹冠军的 那基本上是小菜一碟 所以说呢 这一名选手具备这个能力 而且又对梁静坤 他是对王楚清啊 有足够大的了解的 都是我们国拼的选手啊 00后的王楚清 对于梁静坤来说还小 说白了还是认了点啊 他在过去的比赛 梁静坤对王楚清的打法 足够了解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那么梁静坤击败王楚清 成功获得冠军 这个希望跟机会 都是比较巨大的 这就意味着 两名选手呢 那么肯定会包囊比赛的冠亚军 大概率呢梁静坤是冠军 那么王楚清是亚军 而林高原呢 他打第三名的争夺战 大概率会拿到第三名的铜牌 这就意味着 刘国梁派出了这几名选手啊 就分别包囊了冠军 亚军 还有季军了 可以说呢 刘国梁的安排 真的是一举两得 我个人呢 比较看好 接下来的比赛栏中 我们国拼 梁静坤王楚清 跟反正东三名选手 将会成为未来国民的三大核心 你认同吗 欢迎说出你的点评 那最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可 咱们下期见